谁更孤单? 很多人以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感到孤单, 因为老年人常常一天都在家里, 看不到其他人,也没什么朋友。 然而,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研究发现, 超过75岁的老年人中, 只有27%的人说, 他们有时或者经常感到孤单, 而16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经常感到孤单, 或者非常孤单的人却有40%, 是不同年龄组中最高的一组。 有人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愿意说出他们孤单的感觉, 或者因为老年人更需要证明自己很独立。 但是,在这个研究中, 当每位受调查者被问到他们生命中什么时候感觉最孤单时, 人们给出的最常见的答案却都是年轻的时候。 这可能是因为在16到24岁这段时间, 人们逐渐开始离学校, 远离家人, 远离以前朋友。 有的人刚上大学, 有的人刚找到一份新工作。 他们对新环境还不适应, 同时, 他们也在努力弄清楚自己是谁, 自己的将来会怎么样。 很多年轻人还不习惯这种孤单的感觉, 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减轻这种孤单的感觉。 在这种孤单的感觉中的感觉中的感觉中的感觉。